大家好,我是一哥 这两天我们山里有很多丛树菌出来了 今天一哥去找点回来吃 走,跟着我去上山 我们在这个山山路上发现这个地皮 刚刚长这么大,还没有成熟好 蛮多的,甚至好几颗 这里一个,这里还有一个 周边还有好几个 刚刚我们从这个山底下爬上来 但是还没有发现一个丛树菌 今年相对少一些 再去那边找一找 没找到丛树菌啊,我们发现了这种菌子 这不知道什么围 像林芝一样的,很硬 你看,哎呦,一个虫 这边还有一种白色的 刚刚在这里捡了这么一个 才发现一个,我们找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 才发现这围的一个 而且上面有一点点的烂了 哇,这个虫树菌啊,我们没找到 在这里发现很多这个地皮 找人来吃 你看,这里连续两三个 你看,都可以吃了的 哇,你看这里 好几个啊,你看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这么几个 大 我们只要这种可以吃的 太小了 不要了 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刚摆的这个鸡皮吧 好多个了,你看 把它稍微洗一下再吃吧 外面太多泥巴了 而且很多虫子爬过的 把它在这里水洗一下 哇,好凉快的,你们的水 可以 这个都很熟了 熟透了已经 可以了 你看,这里面的肉 像一颗颗的小籽 你看,果子大概就这么大 然后只要把这外面的皮剥掉就可以了 好,你看 现在这样子就全部是果肉的 就直接吃了 很香很甜 这个就是很希望你如果说在这种 地皮吧长生长的地方 很远就能闻到一股香味 今天捡菌子啊 就捡到了一个虫树 然后收获了一点这个地皮吧 这味道还不错 我们回去把它洗一下来吃 我们这边的虫树菌呢 每年有两件 一次就是这个六月份 七月份的时候 再一个就是九到十月份 那个时候是最多的 然后我们只能等下一次换个时间 去别的地方再找一找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拍在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乡村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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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